現縣政府他們今天會知道 我們錄影今天會知道公佈已經2700多 所以數字累積2700多萬 今晚上升了 每一個人捐款 你如果去外面操作說我管多少 那個人就沒有公信率 一般都是說 李佳貝 你知道李佳貝管50萬 他是都不說而已 正常都是這樣 他剛剛的表情就被你嚇到 正常都是這樣 他管50萬不一定是他本人管 有可能是他叫他的朋友 他有一些支持的人說 你以前說要給我政治先進 不然你也有 你現在去管去華連憲政委的丈夫 管去衛福部 管去東華大學 都可以 那就是用他的影響力去 去請大家一起捐 所以為什麼很多的監控公司 為什麼我們很多政治人物 要管一個月 要管100萬 要管一天什麼都可以 他就其實要號召 可是現在一個很怪異的現象 就是現在大家要關的時候 請問要關去哪裡 以前理論上如果華連出 大家當然關到華連管政府 可是現在大家會收一家 我如果關到華連管政府 要錢給我花去哪裡 為什麼因為上次就有一堆 特例跑出來說要去做DVD 車吃飯 食材業者拿幾個 那個徐政委 縣長跑出來說什麼 他說我們每天都會公布 而且照三次 就是說早上下午跟晚上 都會公布收入的狀況 現在是公布到收入 還是說我們收入支出的狀況 對 所以徐縣長 你要記得 你要公布的是支出的狀況 不是公布收入的狀況 沒有人關心你收到多少 但是大家關心你把錢花去哪裡 對 今天阿波 一大堆災民都出來了 他們在煩惱 他們在煩惱說我現在沒空住 我要去睡房 我沒錢 阿波說我睡房 我已經六六個月錢給房東 結果現在家庭我沒人住 房東錢也不行 阿我們的政府只給房東 你知道我們政府只補助那個屋主 一開始只補助屋主 跟衛福部出來說沒有 租客也可以 那租客也可以 那要不要戶籍地在這裡 內部政府說 衛福政府說不必啊 你就是有居住事實的話 你們兩個三個一個補多少 他會以三人為限 有一個祖金 一個月一個人是三千 你們兩個三個住在這裡 就是補你九千 一個月補你祖金 讓你去外面睡房 然後所有的這個 在花園的這些仲介公司 現在全部投入 看哪裡有空服幫忙介紹一下 這個全面在啟動 可是 這一些受災的災民 到底有沒有得到這些資訊 有沒有得到這些補助 第一線是誰 第一線是花蓮縣政府 對啊 第一線不是衛福部 你看那些衛福部問不好 大家要問管政府 問管政府 管政府 我現在最擔心一件事情 花蓮縣政府 跟這些災民講說 我跟你講 因為中央的規定 所以你們現在還領不到 因為中央的規定 所以這個撥款比較慢 因為中央的規定 這個現在還有一點問題 你們再等個幾天 我最怕聽到這個 各位記得賴清德跟林宥昌 第一天去的時候 三億獻金 直接給花蓮縣政府 對 所以花蓮縣政府 我現在是有錢的 照著你來講 你每一個人 現在沒有家人住的 看一個保多少 先給他 你如果管理什麼負責 他就居住40 理長說他就住在這裡 他們住大樓的管理院 就說他們住在那三個 對嗎 沒錯 錢就好 他 他又來報 看什麼報成什麼 你不讓他躲過這個難關 這些災民 現在 今天的報道都出國了 說我都沒聽到錢 你怎麼怎麼樣 昨天還講說什麼 把我們安置在一個飯店 那飯店說我們只能住三天 第四天我們住哪裡 然後就安置在中華國小 因為一個國式的體育館 人家學校要開學 今天明明今天要上課了 對 那些人安排去住廟的 廟的這個鄉科黨 我講的這些都是 第一線的縣政府要處理的 可是你管理政府 你不可以跟這些人說沒錢 再說一次 副總統叫內政部長去的時候 大贏三億的現金是賠進去的 你現在管理政府也收到 全款兩千幾萬 這些錢都要開 因為現在在花蓮被貼紅單的 被貼紅單的大樓 三十幾棟 你怎麼幾棟 貼紅單就是那個不能住 那個就是圍樓 他就叫你離開 叫你離開 你是不是要去睡房 你要去帶旅館去什麼 三千幾棟 三千幾棟 一棟兩棟就六千幾人 這些人會費用 不然我們現在是在關錢 是在關火大 大家關起就是要用這些錢 中央已經先百三億 這些事情 趕快我們大家這幾兩星期 生活上必須的 這間把全金送去 讓那些災民 可以過一天 我現在最不想看到的是說 明明都有錢 結果災民出來說我都沒領到 告訴你 管政府說不給你的原因 是因為中央 中央 中央 中央有什麼規定 中央怎麼樣 他們沒有說可以 所以我們不敢把錢給你 所以拜託花蓮縣政府的 這些同仁 你們要加油 如果腳手不夠 人手不夠 中央派人 中央派人下去協助 而且第二 你們一定要單一窗口 我的瞭解 現在花蓮縣政府 還沒單一窗口 就是說你要穿很多東西 涉及不同的局處 照著你要一對一 就是說我這個專案 你們家三個的事情 就是都找我 不管孩子找什麼 都找我 我一個人來處理這個單一窗口 現在花蓮縣政府沒有單一窗口 如果你能力不足 你就提出來 大家來協助 可是你不要說 不然你去哪兒上行政 去哪兒上行政 災民現在沒那個心情 教你補這個 這是誰的進行 有藍營的政治人物 跟藍營的名嘴 在節目裡面直接用冷血 來批評什麼綠營徹意 還有一些什麼綠營的 什麼這個等於說名嘴等等 叫大家不要捐給花蓮縣政府 我現在跟你告一告 我們說的是不要捐給花蓮縣政府的救災專款 而是呼籲大家捐給衛福部的這個花蓮地震的救災專款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六年前 2018年的這個地震呢 各界捐款的27億 大家對你花蓮縣政府的捐款是有意見的 上個禮拜這個 時期已經跟大家做一個這個介紹的嘛 你知道嗎 除了這個有作家去講說其中一百萬去拿去做什麼 地震紀念裝置藝術是不是 去年2023年的7月 有一個報導是什麼報導呢 在花蓮市復興街愛美酒店的後面 有一個這個警察宿舍 本來的這個警察宿舍啊 他在當時 2018年的時候呢 是沒有列入所謂的地震的相關的這個等於災情的 那麼最後呢 花了花了好幾百萬呢 修繕成為文化藝廊 修繕的經費是來自於動二動六 災害捐款來修繕 那麼當時包括議員包括大家 都有不同的意見 我一直花然啊 花蓮管禁戶工哎呦 你進行根據中央的韓事工 只要捐款人沒有指定用途 就可以連接到災行法37條規定 針對公共建設做災後重建 大家對這個有意見 那麼上個禮拜時期講到的這個 所謂一千三百萬 那是什麼 DVD大禮包 對 有必要嗎 沒有必要 為什麼呢 花蓮縣政府其實後來有針對大家的這個等於憤怒有沒有 他有解釋嘛 我做這個我不是唯一看來的啊 我都做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他好像是從那個花蓮縣政府提播了兩次相關的預算 總共加起來一千三百萬 所以提播出來做DVD做感謝 做這個禮包 包括油脂 油脂炸的很大的一部分嘛 所以寄給這些捐款人的 我問大家 如果真是為捐款人好 這一千三百萬是不是應該花在災民的身上 每一毛錢都應該花在災民的身上才對嘛 那你怎麼會用在這個部分去用在這個等於說 無謂的這個寄送 我如果要捐給這個大家的話 你我不想 根本不想要再花錢回饋給我 然後知道說你們做了什麼沒有必要 那大禮包早就這誰在都市啊 你全部都要你的花蓮縣政府的網站上面公布不就好了嗎 你為什麼還要浪費這一千三百多萬呢 還有剛剛這些無謂的食材業者啦 觀光業者啦 就極不就窮 所有的捐款都應該用在災民的身上 這我就沒有意見 像這次有沒有 所以你看那個無家可貴 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啊 是誰啊 包括這個等於說 葉金川先生啊 他住的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是買的還是租的 也受損了嘛 那個大樓嘛 所以呢所有的錢都用在災民身上 包括來自日本 我覺得石板明虎講得好 因為有那個 這個相關的台灣的那個 網友跟他這個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希望日本的散款啊 不要這樣子被人家那個誤用 他說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不方便解釋 因為外國人他不知道嘛 對吧 那我們台灣人 我問你台灣人為什麼這樣 如果今天台灣人就說 都賣官 華聯災民隨便他 那就是就是這些講這種話的人是不對的 但是今天很多人是因為你六年前 你對捐款 各位我問你一件事 二十五年前這幾天地震 二十五年前規模七點三 兩千四百多個人死亡的九二一大地震 大家是不是捐了很多錢 對 我在找新聞 我所找的 我出來找新聞 我在電視上看 我的純粹跟關出 我說真的啊 但是無所謂啊 我覺得無所謂 沒有關係 但你知道一件事嗎 九二一大地震的捐款的錢 大家的散款 是不是應該用在九二一災民的身上 其中有一筆錢 沒有用出去 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有個某個縣市政府 竟然去把他捐給四川問川大地震 蛤 你可以我跟你講 四川問川大地震也捐了好幾十億 那時候的馬英九跟他太太 還在電視上接電話 對不對 你去捐給他們 我沒有意見 但是一馬歸一馬 你不能挪用九二一大地震的捐款 那些三星人士的捐款 去捐給中國的這個四川問川大地震 歐北來 那就是大家的憤怒嘛 我今天他們是看 看 知名很可憐 你看天王星大樓對不對 我在這邊特別表揚 天王星大樓的那個里長 因為有捐吃的有捐喝的 有捐什麼有的 里長把他一個月的薪水捐出來 沒有多少啦四五萬塊而已 但是他捐出來給這些災民去買衣服 因為所有人都沒有想到 他們可能穿的衣服都沒有了 你知道嗎 他就想到這個部分 他可以不要這樣做啊 所以呢事實上呢 捐款要不要捐 所謂樂捐 就是你開心高興你去捐 沒有人你要捐多少 現在有人在那邊政治操作 說要一罐多少一罐多少 你捐多少 隨便你 我跟你說好怕人罐一千萬 還比不上一個小朋友 他去捐一百塊 很簡單 那一個花心嘛 你願意捐 但是我們捐的善款 不能讓人家亂用嘛 不應該用嘛 為什麼 你去弄在食材業者 聽下去 大家聽下去 問號嘛 這食材業者 有沒有跟你政治獻金 跟你的關係又是怎樣 大家會有很多的問號嘛 政治人物要避嫌嘛 你應該把這些相關的善款27億 全部用在災民的身上 我就沒有意見